一个故事一部童话,欢迎收看童话故事会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海鲜也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美食 如果有一天有趣的少女遇到了可爱的龙虾,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故事开头,少女小美一边吐槽着小舌中的狗血剧情,一边向冰箱走去 她打开冰箱拿出了自己今天晚上的晚餐 一只可爱的龙虾,小美虽然很馋,却还是富有一点人性的 她决定带着龙虾过一天真正快乐的日子,于是她带着龙虾出发了 先是来到自己喜欢的蹦蹦床上,蹦塌365个回合 然后到游泳池里让自己的身体和水完美地结合 再爬到岸上去晒一个美美的日光浴,小美带着龙虾尽情地享受着生活 虽然小美也会有脑子抽筋的时候,比如说把龙虾绑在树上晃来晃去 不过为了讨好龙虾,她还是给龙虾安排上了舒服的秋千 让她静静享受这个夏日的美好和自己的善意 终于天渐渐地黑了下来,晚餐时间到了 小美把龙虾泡到菜盆里,给她洗得干干净净 自己喝了一杯香槟以后,决定给龙虾来一个香香的吻来告别 不过龙虾显然不知这一套,她狠狠地夹住了小美的嘴 这让小美感到很崩溃,她愤怒地把龙虾扔进了锅里 很快水都沸腾了起来,这可爱的小龙虾也变成了一道美食 小美坐在桌子前沉默不语 我想也许她是在可惜这可爱的小龙虾 不过很快这小龙虾就会变成一堆残害 到了明天,她也许又有新的玩伴了 故事最后,小编觉得小美的灵魂十分地有趣 不过也能看出她的生活十分地孤独 她想要朋友,却总是因为一点点小矛盾 又变成孤家寡人 可其实,人与人之间只要多一点理解 一切都会变得简单起来 如果只顾自己的性子强行做事 那最终每一段关系也都会像前一段一样 短暂而遗憾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童话故事的朋友关注留言并加转发哦